各位請坐,辛苦 好,繼續 還有打拼 好,我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 上課之前,可以提一些問題 還要再整理 好 好 秘書長講得非常清楚 一般的台灣人 認為中國人,認為台灣人 最容易 誤解是 我自己有主管 我們剛剛談到 流亡政府怎麼可能是就地合法 這個主權的問題 本來就是一清二楚 除非你沒有上課 你不能接觸 台灣民政府 當然主管是中國民國 但是今天我們很清楚 主管是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在1937年 很清楚 華民化教育的時候 本來說 哇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1895年 4月17號 馬關條約 真正的簽署 真正的簽署以後 簽訂以後 來決定 來決定 但是問題是 大清大帝 大清大帝是天皇內 日本大清大帝 黃帝 在這個黃帝 誰會抗議 誰會抗議 門都沒有 那日本天皇 是二元制的 日本的是二元制 日本天皇是 所有日本的 整個的處分權 權力都在日本天皇 只不過是日本天皇 為了方便 要委託了 人民組織一個政府 叫做日本政府 所以他們在1945年9月2號簽署 這個日本投降的時候 誰去簽的 日本代表是崇光奎 我想你們也在初級班 也看過那個崇光奎 那崇光奎 他那邊寫得很清楚 他代表兩個身份 一個新聞是什麼 日本天皇 第二個身份是 日本政府 所以這個兩個身份 是崇光奎寫得一清二楚 因為日本是二元制的 不像今天 中華民國是亂的 不一樣的體制 而且在司法方面 誰當王 誰認識 誰錢多的 塞得多 就是他們的 為什麼那麼多 應該有非常勇猛 而且精英的精英分子 台灣人 沒有辦法進入到 國家的 或是政府的一個核心人物 因為都是自己的人 親戚 親戚 都是有頭有連 有權有勢的人 才有機會進入到 你看現在現在的孫子 孫子都是 都是陰的 幾乎都是他們自己 連續下來的 整個都是因為背面 他們背後 就是從家族 等於變成家族事業 今天我們秘書長 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要找我們的團隊 親戚當然可以 但是真正進入到你的團隊 或者是你的核心幹部的時候 親屬就不方便 因為這不是你的家族事業 所以我們進入到這個五關 兩三關五關的也好 我們都會找你自己的團隊 所以你要進入到 繼續推動台灣民政府 就是要找出你自己的團隊人員 最起碼三個到五個 以後的軍手考試的話 最起碼有八個軍務委員 因為軍手現在等於是小縣長 那你為什麼RB會失敗的原因是 好像綁手綁腳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整個的他的人馬 RB也夠不夠 人馬不夠啊 這個都被 他怎麼去哪裡或是做什麼 錢在國外 他們一清二楚啊 因為都是國民黨啊 那假如說國民黨當總統的時候 像馬英九 他會找馬英九的漏洞嗎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因為都是有這樣的勢力的 所以這樣以為是整個的主權 不是在中華民國 這個都是讓人誤會的 所以有的是人民主權 好像人民決定才是真正的主權 他們用什麼 特別是民進黨 或是台灣共和國他們這樣的 或是台灣國家聯盟 姚家文他們這一類的 他們把人民主權當作最高的決定權 有沒有聽過許格林教授他講 什麼是人民最高的 而且都是人民為主 人民為主嗎 有多少人 兩千三百萬 你要聽誰的啊 你只要有幾個人 這個就是人民的聲音 然後只要他的黨派 這個就是他人民的聲音 這樣有合力嗎 本來就很不可能說 全部來決定 全部的人來決定 這個主權就是他的 因為人民的聲音越來越多 而且是幾乎他自己的黨派的人員 在決定而已 那變成說這就是人民 選舉的是 這都是人民的聲音 所以會變成說 實際上人民主權還有另外一個領土主權 那他們把領土主權刪掉了 他們只有把人民主權 人民自決 他們用聯合國的77條 還有人權宣言的15條 那邊說人民有自主有自決 所以他們用這樣 問題是台灣能不能自決 為什麼不能 除了沒有主權以外 除了不是國家還有 為什麼美國反對 讓人民決定 台灣有幾種人 難民更多 難民的人怎麼決定台灣的主權呢 雖然我的姐夫也是遼寧省 我常常跟他辯論 我以前是台灣獨立很強的 結果我到人民 我們到民政府 進入到民政府的時候 全部都改觀 事實 美國講得清楚嘛 難民的人 逃亡的人 外國人 都是the people on Taiwan 都是你住在這邊就是成為台灣人 來決定台灣的前途 來決定台灣的主權領土 這樣有合理嗎 當然沒有合理啊 所以 要分開 美國講得清楚 要分開啦 他不敢講說 台灣人這樣 亂 所以秘書長很喜歡講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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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自己說 也不清楚 自己穿穿穿穿 也不敢接受 所以 你只要事實清楚 觀念就會改變 你只要把扭曲的事實 當作真正的看見事 事實在法裡面 站得住 觀念一定會改變 假若觀念還沒有改變 表示 你這個人性還沒有成長 我講得很清楚 人的生命是 常常成長的 我們受教育 我們受訓練 參與我們台灣民政府的訓練 進入到高級班 就是讓我們的觀念完全改觀 進入到新的 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歷史 這個方向 這樣才是 真的 對後代 我們為百姓設想 這個就是我們民政府存在的目的嘛 所以 這些清楚以後 這些不是問題了 那有的說 我們沒有看到美軍啊 有啦有幾個啦 小李平頭 幾個人 怎麼算說美軍 很清楚 在 我看影片 在陽明山的那個 最先 六十多年 六十九年 蔣介石要準備 第三次 談到反攻大陸的時候 而且他們在哪 哪個地方 山洞在秘密會議 在三峽 三峽 然後也是 楊明山的最終的指揮所 那在那邊討論 準備 有一個 我們看那個新聞 劉寶傑那個新聞 他也播他的影片 那個劉寶傑 有一個 曾經當過前國安的一個小組長 他忘記什麼 他姓李 李天拓的樣子 那他一個同學是顧潭 那顧潭的爸爸是 要轟炸飛機的一個大隊長 第二天喔 就是那一天 蔣介石他們秘密會議以後的第二天 要在進攻 反攻大陸的時候 這個顧潭的爸爸已經坐好飛機 遺書都已經留了 結果第二天馬上被美國禁止 阻止 把所有他們在秘密會議的 一字不漏的 都被曝露出來 嚇一跳 竟然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以後 那時候就 蔣介石就沒有心 反攻大陸了 所以在那時候六十多年 以前就早就已經沒有心 但是他還是我們 防攻 防攻 防攻去哪裡 所以那時候就把這個 大的小碟子 大碟子 那一些雷達 全部交給中華民國 所以那一段的時間 東南亞的整個監聽 確聽器 中華民國那時候聽得一清而出 所以為什麼 你要跑掉會抓得快 因為切聽 美國早就已經做好了 不只是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新竹鮮武豐鄉 樂山基地 那個蒲爪 雷達 那個是最強東南亞 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一個地方 然後就看整個東南亞 這都是24個美軍在那邊掌控 台中空軍基地也是美軍掌控 那屏東所有整個都有 只要是國防的 陸海空都是美國已經在掌控 所以我們還擔心什麼 說哎呀 中國來會攻啊 我們只有靠美國 不行了我們要靠中國 要同意中國才好 這個就是你真的是失敗 所以還是要回到我們台灣民政府 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看見 在新台灣論呢 都講得一清而出 在 這個都清楚了 三十七年的時間 中華民國就滅亡了 為什麼 中華民國它是會選的憲法 有一個 有一個 對不起 因為這邊篇幅蠻多 最先的中華民國的 成立這個中華民國一個總統呢 他用本來五百八十六個 國會議員通過總統選舉 結果因為不夠 所以他每一個人呢 花五千塊 那時候五千塊不少 開始會選 所以從以前就開始會選 一直到現在 都是會選 所以幾個高砂族說 只要選舉的時候 哇 非常高興啊 聽到說 這門可以開沒關係 後門 暗時開開 後面呢 後門可以開 因為選舉到了 結果第二天呢 水溝都是豬毛 原來已經殺過豬了 難怪高砂族說 哇 選舉好啊 有錢 五千塊一萬塊一票 那是最後一天的呢 不曉得阿米歇沒有聽過 她說誰這個給我聽過 我們那邊有的人 不過現在已經慢慢減少了 因為已經知道了 會被抓 抓得很緊 所以我們看整個的 本身自己 蔣介石很喜歡穿這個 軍服 因為她要當 永遠的 軍政時期的領導者 在 其實在 蔣介石被美國 委託的時候 真正的按照戰爭法 就是要成立 平民政府 結果蔣介石很聰明 把他改為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那這個原來後面是 為什麼李登輝總統要廢審的時候 欸 美國就出來干涉 不能廢審 一旦廢審 等於民政府的這個位階 或是這個位置就會空洞 所以美國就反對李登輝廢審 所以最後就變成什麼 動審 那凍結的意思是說 還有一天會起來 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什麼時候 就對了 台灣民政府 這樣好不好 好 欸 給你疼齁 這個都是由我們台灣民政府來主張 那本來 還有一個是 本來在 除了民政府以外 應該還有軍政府的架構 那這個軍政府架構就是 現在 當初的蔣介石把它改為警備總部 專門抓人 這個一旦抓人就被判刑 或是死刑或是重刑 都是由他們自己決定 沒有什麼給你審判的 但是很奇怪 今天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都是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反對 沒有皮條 要判幾年的 有期徒刑 很怪啊 我一直想說想不透 奇怪 一個人 可以動 可以動結 而且可以反對這個 幾年有期徒刑 然後換另外一個法官的時候 該做些什麼 本來是重刑的變成 十年了 那本來十年 有時候變成無罪了 有沒有奇怪 這個奇怪了 所以我們民政府以後 沒有說單獨給你判決的 只有陪審團 有陪審團 只有編刑跟死刑 你們有沒有看到 新加坡那個編刑的影片 我希望能夠有改觀 但願這一段的時間 雖然 這個都是選舉的狀況 還剩下幾分鐘 我們看看 最先 台灣的整個 那麼多的省當中 公務人員 錄取 548個人 當中 當時我們稱的外省人 他們稱的外省人 540人 台灣人呢 只有白人 所以這些真的是不公平 那8個人有沒有高砂族 機會都沒有 門都沒有啊 以後我們民政府 將來高砂族有自治區 傳統領域 還有整個保留地 改為我們自己高砂族的土地 好好保留 好好管理 好好去把真正專業人才 就能夠收取 然後幫助高砂族的生活 今天高砂族生活很痛苦 因為很多沒有固定的收入 沒有固定收入 這個都是中華民國 流亡政權所留下來的 一直到現在 那當然在平地 有固定收入是有了 但是百分之八九十 都沒有固定收入 都是靠天吃飯 所以為什麼到現在 還是有高砂族 一看抓三豬的也被判刑 抓三槍的也被判刑 難怪一個警察告訴高砂族 你打三槍 這個高砂族沒有啊 我打一槍 原來三槍 一二三 那是因為自己幽默 沒有辦法生活很困難 所以有的時候為什麼到 到法樹木 然後又拿靈芝 這個都是生命危險 有的是為了拿靈芝掉下來 且腿的呢 我看了幾個例子 我真的心很痛 高砂族這樣的生活 所以真的是期待 今天台灣民政府一起來 一視同仁 所有我們整個 不論是不同族群的人 只要進入台灣民政府 都有這樣的福利 都有這樣的恩典 這樣好不好 好 那也要看你們 也希望你們在 幫我拿最後一張 最後一頁 希望我們進入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你的責任 你是一個創造台灣的歷史的一個重要的人物 所以你不能看清你現在的你 好好吸收你自己的親朋好友 好 少年人 FB 盡量使用 FB 都可以使用 然後去傳 你的朋友 還沒出來 好 希望 我們 台灣民政府的 落實在我們台灣地上 本土台灣人 上帝祝福 特別有一處經文說 給貧窮人 被爐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受壓制的得自由 這些都是活在今天的台灣人 台灣民政府的時候就改觀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大家想得就好 謝謝